好 各位同学在刚刚前面几个影片里面 我们刚刚讲过所谓的体感 光影 还有透视的画法 这些比较偏向于稍稍专业一点点的专业的画法器 各位同学要多练习哦 好 当然会画图之后呢 你懂得怎么样勾热 怎么样画出雏形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用别的工具来给它上点色彩 那上点色彩的材料 除了一般一开始我们要用的牵制笔去勾勒我们的边框 我们的线架勾之外呢 我们就要开始用所谓的可以上色的材料 例如说色彩笔 你们比较可以买得到的 例如说文具店 美术社比较可以买得到的 色彩笔 或者是彩色笔 像这样子的简单的工具买得到的 OK 那如果你们想要挑战一些比较专业性的 例如说像我们产品设计领域 比较常用的这个工业用的麦克笔 这个麦克笔它是酒精的 所以会有一点点臭臭的味道 那这个没有关系 但是麦克笔会用的话 它是可以帮助你的涂变得非常的漂亮 然后也非常的让人家看得懂 因为它颜色都非常的多元 所以除了色尖笔 麦克笔 彩色笔之外 我相信各位同学 你们也可以用你们比较适合你们自己的媒材 去帮助你们的创意来上点色彩 所以不一定是色尖笔 麦克笔 那当然是我们这里面会讲一下麦克笔的比较专业式的用法 怎么样画 我觉得这片比较难一点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影片 一般市面上在美术社买得到的这个两头式的麦克笔 它跟一般的彩色笔不一样是它有分一边是硬的头 一边是软的笔头 那硬的笔头跟软的笔头 同学不要认为说这是要干嘛 为什么要那么搞刚刚要两个头 其实它这样设计是有它的用意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最左半部的麦克笔笔触的示范 先看一下那个软头的示范方式 这边对于学生而言 一般来说学生比较喜欢用软头去画 因为软头它的不会那么硬 所以它轻轻轻描再也画过去就有一个线条出现 当你不要压那么重的时候 轻轻压一下它的线条比较细 那你稍微一点点放一点力量进去的话 它会开始有点粗度 好 那你开始用笔测 用笔覆去画 用压去画就会比较粗 那在这个阶段 我就会比较希望说画粗的部分 同学们就可以试着去考虑 是否会用硬头的部分去画 硬头部分去画 就不需要考虑所谓的笔触的问题 它的笔 你只要例如说硬头部分 你用笔尖的笔角的地方去轻化 一样可以画出线条 用笔测的部分去画 也可以画出稍微粗一点点的线条 那你用整个面积最大的那个面去画 它就会画出一个比较粗的线条 原理跟软头其实是一样 只是软头需要有一点点力道上的控制 比较可以去随心所欲的去 透过你的力道去控制 可是硬头的部分 可能需要一个角度的问题 这个角度可能需要同学 再去花一点时间去运用练习 所以这个部分 麦克比的操作说明 希望同学 如果有你用钱多的话去买 因为这一支好像不是很便宜 一支也是要有一点点价格 那同学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美术社 文具店应该买不到 去比较专业的美术社去买 他们一定有买这个 所谓的工业用的酒精的麦克比 好 麦克比加完了 线架构加完了 图权观念有大概跟各位同学介绍 这些专业知识同学都吸收之后呢 我们用这样的专业知识 我们就可以画出一个比较 让人家看得懂的一个实体 例如说我现在要示范一支吹风机 那这吹风机的架构的时候 我还是一开始一样 我也是会用简单的线架构 先去勾勒出我整个整体的整个造型 一开始很不清楚 没有关系 在这个阶段笔触就放轻一点 轻轻去画 画出你看得懂的一个架构框线之后 我们再慢慢的 再慢慢的去把你一样的形 你去把它再勾勒更清楚一点 勾勒更清楚一点之后 太好了 大致上的雏形 蓝图出现 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加一些细节 例如说有电线 或者是握把处的那个防滑的那个位置 还有按键 那个都可以慢慢的把它勾勒出来 还有那个吹风机的那个头 那个部分的体感部分 也可以慢慢把它勾勒清楚 勾勒清楚之后呢 恭喜各位同学 你才不会画完了 画完之后你就可以用麦克比大概简单上色 记住麦克比上市技巧就一个 只要是有光照到的地方 你就要留白就好 我只能讲这样子 因为真的在专业的画法上 我们用讲的很难让各位同学理解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个简单的观念介绍 让你们知道说怎么样去营造出一个 圆柱的感觉 只要圆柱 然后刚才有介绍到光 像我这支吹风机的光是从右边打下来的 所以右上角部分会比较亮 所以那边你就留白就好了 不用想那么多就留白 这样子你就会慢慢的多练习几次 多练习几次 这些东西就会把它吸收进去 你就很清楚知道说 要怎么样去画出一个有体感的一个造型 线条架构清楚 体感观念清楚 颜色就是有光照的地方留白即可 这样就可以产生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架构图